今天就照昨晚的比賽賽序 早場是巴西就說巴西的賽後平先 巴西十六強對著墨西哥 上半場來說巴西是一如既往未入局 而問題最嚴重的當然就是尼瑪 上半場他真的有很多失誤 理由就是他不肯跟隊友配合 跟隊友很少連結 甚至是不停破壞進攻的節奏和連結 又是繼續出現那些踩著球不放的情況 雖然一次半次而已 但也足以影響到進攻的體系和節奏 和隊友的心情 令隊友無所適從 例如搞到耶穌不知何時升出來做支點才是對的 還有搞到古天路不知道尼瑪拿著球的時候 應該要鬥回個位去幫尼瑪 還是明知尼瑪會死瘤 反而衝入禁區等機會好些呢 結果巴西的隊友 大家都完全猜不到尼瑪上半場會做些什麼 最終會出現惡性循環 尼瑪自己扭球的時候 可能有人會幫他的 但是呢 是沒有配合出現的 等到尼瑪想有人幫他的時候 然後呢 就未必有人幫到他了 所以他又會扭失 亦都會交失 之後呢 就開始見到巴西圍 又是左手邊 又是左手邊的尼瑪自己去 右手邊 又是右手邊的韋利安自己去的 這樣呢 不用指意入球的了 搞到這樣 最大的成因 就是上半場尼瑪還未吃藥丸 好 整個上半場尼瑪只有24分鐘 那一刻叫做見得蟹人 那一刻叫做顯示了少少的個人能力 但是他吸了下去近底線的位置 又不把球交出來 另外強行射 但是又不是射下去吳鎮宇 兩隻腳中間 其實那一刻呢 只可以射大小龍門才有機會入 其實明顯看到的了 尼瑪的狀態不是去到很好的 狀態未回來 好心你就和一下隊友配合 讓隊友幫一下你啦 壞鬼 相反 麥西哥一開球是爽朗得多的 簡單直接 很狠配合 頭15分鐘呢 直接逼到巴西很緊下的 可惜了 麥西哥個人能力欠奉 所以 來回高速球 或者反擊的過程當中 上半場來說 他們真是沒有一個 是有能力的人可以做 超級連結人 把球推進去 禁區頂的中間 那些快攻呢 他們只可以由左右兩邊發展 威脅性當然就是不足夠的了 對於巴西來說 好彩就是對著墨西哥了 實力真是跟巴西有段距離 而且更加幸運的是墨西哥去到三十幾分鐘 體能就真的開始有些下降 相反 今年的巴西呢 體能的演繹是很厲害的 加上巴西的後衛全場都是表現稱職 這樣才可以幫到上半場未吃藥的尼馬寶獲 協助回巴西呢 上半場保住 清白之身 不失波 那所以呢 要巴西好 半場呢 一定要為尼馬吃藥的了 而這一顆苦口糧藥 當然就是教練的泰迪啦 那尼馬真是慣性啊 每次半場吃藥之後呢 就立刻好了很多的了 那所以今天勝利呢 又要歸功於給他吃藥的這個是泰迪教練的 那下半場呢 尼馬被教練罵完之後 吃藥之後呢 完全是判藥兩人的 判藥兩人的 那他終於呢 都肯跟隊友配合了 也都感染了衛尼安 那這個球呢 多一點做到進去禁區裡邊 有配合的嘛 那所以也都會令到呢 就是耶穌踢得好了的 那整隊巴西呢 立刻有勢合作性啊 變了另一隊球啊 那你看一下啦 尼馬呢 根本是做到這些東西的嘛 問題就是 他肯不肯做的 即是他肯做呢 就差很遠的了 那就好像他在巴塞的早段那樣 他肯做綠葉 那結果可以幫到巴塞拿歐聯 那但是之後他不肯再做綠葉呢 是可以令到巴塞歐聯啊 西甲啊都輸了他的 那在巴塞的角色呢 是綠葉 你說不太適合他 那但是在巴塞的角色 只不過是伴主角是適合他的嘛 那當然啊 伴主角是難做過綠葉 但是尼馬喜歡嘛 那所以就適合他咯 那但是都做不到呢 是沒有藉口的 只不過是心態的問題 所以尼馬呢 根本是心態決定命運的 那去到下半場 開球一分鐘的 心態正確了 尼馬 那就搞定咯 立即交到個漂亮的球 找到中間禁區頂的隊友 接著呢 就做到快速的 是連結和轉移 那就可以移動到對方的防守球員了嘛 那就有空位 可以給隊友 或者自己射到龍門 甚至射中龍門 是容易一些的 搞到吳鎮宇啦 墨西哥的守門員 是非常之黃綠啦 那可以到五十分鐘啦 尼馬終於做到一個有意義的內切入了 那其實呢 我是永遠都接受尼馬 將個球從左邊 是用支配力內切入 推向禁區頂中間的 因為這一個呢 是中短期進攻 必要的元素來的 那但是呢 你必須要 去到禁區頂呢 就在適當的時候 將個球交回給隊友 為六頁鋪橋搭路 去完成半主角的職責的 那這個呢 進攻來講呢 就真是完美演繹了 他解釋了呢 就是我世界盃之前所講 尼馬做半主角呢 是形成中短期進攻的套路 那只要他吃了藥呢 其實他就是世間上 最強的半主角來的 那這一球 他內切入去了禁區頂的中間 我幾時都說 只要你去到禁區頂的中間呢 那就會將所有的防守球員 或者叫做大部分的防守球員 都集中在你那裡 這一刻 你只要把那個球交給隊友呢 就會令隊友立刻出現即時的空位 結果他及時後爭 很漂亮 給到維尼安 那就立刻出現空位 維尼安一推呢 入了心臟地大了 輕鬆地波全中而已 那就很容易連結了 打開那個呢 就是紀錄了 簡直這一下呢 是我心裏面 教科書式的中短期進攻的套路來的 那完全呢 就是我 世界盃未開始之前所講 一有尼瑪做到半主角 巴西呢 就不同了 你看一下 對於尼瑪來講 這個進攻其實是很容易做到的 在這麼多隊強隊 這一屆世界盃裏面 都沒有套路的時候 唯獨是巴西友 就速請尼瑪來 拜託啦 千萬不要放棄治療啦 拿得到 首個入球之後 對方跟你對攻 你再打些反擊 那到時你便可以玩東西 你便可以不停推著那個球 帶著那個球 去表現你的速度技術 有空位你便可以這樣做 拉開到紀錄 你想怎樣推都可以 我只是要求你在0比0的時候 不要玩而已 這樣也要托我手肘 我是見到巴西有機會拿冠軍 才會建議你的尼瑪 今天下半場便抵贊 入了首個入球之後 都繼續肯和隊友配合一下 這些才是拿冠軍 和拿金球獎的節奏來的 你進攻打得好 才可以令到下半場 都有進步的墨西哥被比下去 事實上 墨西哥下半場便已經開始做到 把球推到禁區頂中間的反擊 如果你是繼續靠後衛去頂住的話 你不是長遠的打算來的 你一定要透過進攻對手 去給壓力對手去 或者叫做抵消對手的進攻機會 今天上半場沒事 是因為墨西哥真的比巴西差一點 但是下一場對比利時級數很不同 巴西上半場肯定讓不起比利時 如果尼瑪不在上半場開球之前 就吃藥的話 就很大機會出事 有機會迎來今屆世界盃首次的逆境波 希望尼瑪好自為之 其實尼瑪你裝痛那些 我都不管了 你盡情發揮你的演技 總而言之 你自己在真正運動戰裏面交到課 做到半主角 那就算了 那些裝痛那些 我都廢話事理你了 好了 那就講得尼瑪太過多 可以講下其他的巴西球員 很明顯見到的 就是耶穌在禁區裏面的工作 是做得不錯的 但是打來回高速球 或者反擊的時候 做假狗支點 是做得不好的 因為是反擊的時候 或者是來回高速球 做假狗支點 活動範圍很廣的 那這一個 當然是需要耶穌有對抗性 或者支配力 但是這一方面是他弱項來的 那耶穌的活動範圍 並不是可以擴展到去到中圈的 他只是一個禁區頂 和禁區裏面的球員 而且是需要和人配合才行的 就不能夠自己找到那些人來的 但是你配合到他就很好的 那所以呢 要看一下怎樣運用他 那我都講過了 最好主攻面對密集 用他多些 但是下一場對比利士 是打反擊 對抗性激烈的比賽 是要用來的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認為呢 下一場八強大戰 正選的 要選擇用發明爐的了 那另外呢 今天打來回高速球的過程當中 其實古天奴的作用都不太大 那這個都是和古天奴的 是對抗性啊 支配力啊 速度有些關係 那都可以考慮回呢 就是比利士的賽事裡邊呢 是先給古天奴呢 是休息一下先的 那下半場有需要主攻呢 才用他都未遲的 那不過啦 由於卡斯米奴呢 下一場球是要停賽的 那所以這一度呢 都要考一考呢 就是泰迪的功夫呢 那如果真的用古天奴的話 就沒話可說了 那但是其實都可以看廢特這一邊 就是曼聯的新球員 狀態是怎樣 看看可不可以用到他的 那另外呢 都可以選擇一些 對抗性好少少的 是中場中球員呢 例如是泰神啦 或者是奧古士圖這些球員呢 那接下來呢 巴西對比利士 當然就是百強比賽裡邊呢 就是最頂尖的大戰來的 那到時呢 都會先跟大家呢 是做個預測 才可以呢 就是看球 那之後再跟大家呢 就是做這個賽後平的 那如此努力的我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鼓勵一下小弟啦 因為之前呢 大家沒有按廣告啊 按廣告啊 彈廣告啊 彈廣告 視窗出來啊 還有播完廣告呢 就是令到小弟的頻道沒有什麼收入的 那如果大家做回呢 就真的好一些啊 那結果呢 都是事實證明了是這樣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付出少少的時間呢 那就是換取我的將來 可以繼續免費為大家提供呢 就是足球的服務啊 評論啊 那有朋友就問啊 為什麼呢 就是電腦裏邊呢 沒有廣告的 那這裡呢 可能就是大家 裝了一個關於是Block Ad的程式 就是擋了一些廣告的程式 那大家只要呢 就是關掉它 那就可以的了 見回一些廣告 例如我電腦片的右手邊 一直都會有些廣告 那大家可以click下去 電腦裏邊有Banner廣告 都可以click一下它 那另外啦 Banner廣告可能去到片尾不見了 不要緊要啦 你播多次條片就見得回啦 那去到這個手機的方面 那手機那裡呢 大家可以留意我片的下面 有廣告字眼的地方 大家按一下它就可以了 彈到廣告視窗出來就OK了 那另外呢 就是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追遷 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那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裡面 那邊找廣告link click一下它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出現一條廣告片的左下角手機 在廣告片的右上角的 下一條片我們講日本 拜拜 拜拜